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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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癡… 太太少爺, 喝茶 整天打黑癡, 吃龍肉也沒味道 就叫平姐你困著毛毛 不要讓她到處走 我有 狗毛毛會到處飛, 傻子 那沒辦法了, 你也吃了敏感藥 電話, 傻子 表兒上來的, 怎麼不聽?不想開桌子? 謝謝你 你…你不是挺好靠爺 你真好記性 我來找你二太太 宋盛 你來幹什麼? 我馬上打電話給你, 你又不接 我不知道你發生什麼事 就特意踩上來看看 你到底想怎樣? 我想怎麼看你就知道 你們考慮好的 我想我們應該和又一家嘶嘶嘶嘶嘶 安軒 安軒 你叫什麼?你閉嘴 閉嘴長, 閉嘴長 有話慢慢說 展休usan, 來了 是, 安軒 你找二媽 是呀…我打電話給她,她又不聽 故意走上來,順便探望你們 最近看不看? Anson當然要看,你別妨礙人 你又說來找我打牌? 那你們慢慢打吧,我先出去 再見,坐吧 待會兒你喝茶 再見 我們在哪裡談? 進來吧 你要錢就要錢,你搞不得花婷做什麼 前前後後,我都給你兩次了 急著買,一千萬都有了 你以為我想的嗎? 還是多得你那位矮丫女,斷我財路 現在耀光不幫我,我就去抄顧 誰知道頭頭碰著黑 長貧難顧,我又不是提款機 怎麼會不給你錢呢? 那你現在到底幫還是不幫? 沒得商量 你不要逼我 我怕你… 最後一次…你要多少? 三千萬 你做夢沒這麼早,三千萬 我怎麼給你? 你是不是這麼說話? 我不行就就是你不行 二十五年前,如果不是我幫你保守秘密 你能進到姚家門? 如果讓Anson知道他媽媽是怎麼死的 我看不到時候你走路也不行 一時之間,我真的沒那麼多現金 我怎麼給你呢? 你是姚太,手上拿著很多磚頭的 放緊套餌就行了,對吧? 錢可以解決一個問題 為什麼不趕快不搞定他呢? 經過月蝕的危機之後 蝴蝶公主覺得需要味與籌謀 所以再出動去尋找花蜜 但是她又不想不顧一切地 衝破前面的蜘蛛網 因為這樣會傷害到蜘蛛伯伯 蜘蛛網是蜘蛛伯伯的心血結晶 充滿著她一生的回憶 所以蝴蝶公主更加不忍心去破壞她 蝴蝶公主覺得很迷惘 是想問一下風鳥先生的意見 風鳥先生就覺得要看蜘蛛伯伯的本質 如果她沒有毒性, 而且是善良的 蝴蝶公主可以揹著她一齊飛 否則就要以大局為重 但現在我也不知道二叔的本質是甚麼 不如這樣吧, 我們舊叔去買碗粥 吃點東西補充一下, 腦筋也轉得快點 謝謝 順便給點時間, 你幫我選照, 選一張 真不好意思, 要這麼晚才來看 是, 陳先生, 單位過來得不錯 挺好, 更加實用 樓下上的貨也方便 不過價錢可不可以再減少一點? 陳先生, 其實價錢是很合理的 那我先考慮一下, 先這樣, 再見 陳先生… 讓我再跟陳先生聊一聊, 給你電話 不好意思, 姚太太, 再見… 小姐? 叔叔, 是呀, 吃了小東西嗎? 吃了, 再見 再見 伯伯 什麼事? 剛才跟你打招呼的那個人 是否經常來的? 你說旗生, 他經常來的 是呀, 真好, 真好 人酒茶涼, 酒也會變味 正如人一樣 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 就被人一腳踢走了 袁叔叔, 你有沒有興趣 我只是…嘗試這隻新酒而已 你有話想說, 你就開門斷生 現在公司發生什麼事 我也很清楚 商業世界是個無情的 如果你沒有利用價值了 就算有血緣關係又怎麼樣 他為了自己的利益 一用什麼都做得出來 我看Anson的心目中 我和你可能連他的狗毛毛也不如 所以說, 一定要先保護自己 如果你想壓著我這邊 你就要想清楚 我想得很清楚 袁叔叔, 我給你看些東西 這張照片是我找私家偵探拍的 看來他們倆不像是老闆和司機那麼簡單 乾杯 早安, 姚小姐 早安, 為什麼你載我? 阿星呢? 是呀, 余先生安排的 他說阿星有其他事要做 他沒什麼事吧? 那倒不清楚了 二小姐, 請上車我送你回公司 鄧子, 現在進來 今早為何不是阿星載我? 是不是有什麼特別安排?我不知道 葵聰物樓那裡請我幾個司機 調一下星過去幾天訓練一下他們 好事先知會你, 不好意思 房田司機? 可以找我另一個司機嗎? 這麼多個司機, 他手車是最好的 所以找他吧 對了, 德國展銷會那邊 今年我希望你去 因為過往都是高級職員去的 但是今年規模大了 如果你去的話, 可以多認識商家 對公司也好一點 我叫Cindy預訂了機票 余先生, 商業房子已經敷了 敷了?敷了就定頭等 總之今天一定要出發 好… 大致, 究竟發生什麼事? 德國展銷會今年的簡介我看過 跟平時一樣, 沒什麼特別 我怎麼這麼多事飛過去? 你怎麼回事?你好像很緊張 也不像你平時的作風 是不是有什麼瞞著我? 你看 這張照片是一個報館的記者 傳給我的 本集資下午三點出門 所以我自飽自為, 洗了個性 阿昇, 我也希望你離開香港 避下風頭, 等亂事降下溫 別猶豫了, 照我的意思去做 我看看把機票預訂成怎樣 大致 首先我不管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新聞走出來 但是你的做法, 我完全不認同 逃避只是會令人更加誤會 我和阿昇在工作室那裡 只是創作一本圖畫集 幫關注敏感協會籌款 我們沒有什麼不讓人知道 但是那些小狗隊為了燒字 什麼都能作出 不知道就信以為真 我不想你的聲譽受署 總之清者自清, 我不怕 我也不會避 總之你把阿昇寄回來 就像平時一樣就可以了 姚小姐 你照我的說話去做吧 我想你今天也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突然調你去物流部 突然又叫你回來 我想正常人都會這樣想 自己看 為什麼會這樣? 這句話應該由我問你 對了, 本雜誌下午三點就出門 到時大街小巷都買得到 你猜裡面的照片和標題 對姚小姐的聲譽有多大影響? 本雜誌亂寫, 根本沒什麼事 是不是亂寫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每個人心裡都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之後你怎麼說也好, 都在掩飾 你真是好, 作為一個司機 令老闆的聲譽受損 你這樣算不算嚴重失職? 雜誌, 本雜誌說的話當然我不會相信 我更加相信姚小姐是一個聰明人 她絕對不會做出一些 令自己無法回頭的事 不過有些人不知道她怎麼想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到底怎麼想? 我的確很欣賞姚小姐 但我是一個有自知之明的人 由始至終, 我也很尊重她 我沒有其他想法 今天沒有, 將來呢? 我看得出你們倆的關係 絕對不是上司和下屬的關係這麼簡單 你敢不敢告訴我 你從來沒有對姚小姐有越界的想法 我之所以在耀江做到今時今日 完全因為我知道什麼叫自知之明 什麼叫安守本伐 無論我怎麼想也好 我知道有一條街線絕對不可以越過 更加不可以做出一些損害老闆的事 今天叫你回來是姚小姐的意思 她堅持一切如常 所以你穿得這件衣服, 出得這個門口 就要記住我剛才所說的話 一切以姚小姐的榮辱為助 我知道要怎麼做 姚小姐, 本集資出了 現在一定有很多記者等著追訪你 不如訪問取消吧, 好嗎? 不需要了, 約好了嘛 不如我跟過去, 又我隔一隔 記者都沒有這麼多事問吧 大致不需要擔心, 沒問題的 阿勝, 你一定要好好看姚小姐 我會 姚小姐在哪裡? 電視台 好 2 2 4 小姐, 有嚇到你嗎? 沒有, 我看過很大場面 瑞小姐, 有很多記者, 是不是照樣去嗎? 照樣去 好 瑞小姐, 我沒站好 好 你等一等, 我去學 我們就是監獅, 不用不難 謝謝… 不好意思…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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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瑞小姐… 小姐, 你身為CEO 怎麼會和司機搞在一起呢? 你不說話就有事了 你不回應就不回應吧 謝謝… 我想問大家 如果這位CEO真是和司機拍拖, 怎麼辦? 為何你們只用自己的道德價值 去衡量這件事? 我和齊先生都是單身的 就算我們之間發生什麼事都好 只要不傷害其他人的話 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謝謝… 不好意思… 你身為地位, 餐廳不可以這樣 謝謝… 謝謝… 真的感情是不應該有階級、年紀、 膚色或國籍的限制 只要是真的感情的話, 就值得被尊重 我很想說的是, 到目前為止 我和齊先生都是好同事 好朋友的關係 我明白各位傳媒都要拿料方去交差 不過也不需要抹黑人、詆毀人 是嗎? 我想重申一次 齊先生是一個好員工 他很盡責, 很幫得到我的手 如果你們真的要寫的話 請你們預述報道 謝謝各位 謝謝… 為何晚上晚上有兩人在公廈出入呢? 既然大家問到, 或許我說幾句 對, 其實也要多謝大家 給我們一個機會宣傳 其實我們在文化店裡 是創作一本童話故事書 幫關注敏感票會籌款的 很快就會出版了 到時候大家幫忙宣傳 買幾本書做善事, 好嗎? 還是別說話, 問完又問 不好意思, 我們是… 別問了 你怎麼送A座的? 不好意思, 我送他 你怎麼送A座的? 有A座的, 別送他 你怎麼送我, 我怎麼送他 不是… 不過剛才看到下面 你的行家在圍著人家訪問 真誇張, 整群記者當成天王 不要來訪問 就是了, 我還可憐 知道嗎?整天的門中 問真問四凡到死了 不好意思, 弄到你們 不要緊, 與你無關 只是在小狗的隊伍不好 做新聞用這麼大陣仗 就是了, 弄到我送也買不到 麻煩你, 勇俊哥 我稍後還給你錢 誰了, 何必客氣 Sandy, 你和那位姚小姐 是否真的在一起? 媽媽這份人很開通 什麼都可以接受到 姐夫, 我支持你 戀愛是無罪的 況且年代不會再有階級觀念 那麼老套 我也是這樣說的, 女兒淫 女朋友有比自己有拖鞋飯吃 挺好 不過Sandy哥, 人家很有骨氣 胃很硬 未必能吃得下這碗飯 對我來說, 真是很準確的 女兒一定有問題 之前Sandy哥說不做 她又說你回來做司機 那隻狗毛毛說有大屋, 有工人 是要側在這裡養的, 是否有問題? 猛婆, 這只是姚小姐的想法 你只想Sandy她怎麼想? 女尊男卑, 很辛苦, 很痛苦 是嗎?她平時是威慣的, 接受不了 毛毛也要搬回大宅住, 是吧? 一個小職員, 跟CEO拍拖 我們不要介意別人的閒話 那些是是非非 你自己也過不了自己的關, 是吧? 媽媽不是肚餓嗎? 吃飯吧… 我算是沒有回答我 爸爸 怎麼樣?還沒結婚嗎? 為什麼這麼多人在我們家? 外面有些記者 他們誤會了令色姐姐和爸爸的關係 因為令色姐姐很厲害, 很有名 所以他們就很關心我們 那你們真的有什麼關係? 令色姐姐真好人 我喜歡她, 那你喜歡不喜歡她? 爸爸很欣賞令色姐姐 不過我們只是很好, 很好的朋友 是嗎? 爸爸遲些不載令色姐姐了 爸爸駕駛小巴, 每天載你回去, 好嗎? 你嫁我回去, 好嗎? 真的來不好 現在Sandy澄清也沒用了 那些醜事都傳了開去 Anson對著記者不斷讚個司機 不斷維護著她 她是女孩子人家 這樣做, 你說多收家 真是想街外人信她們沒什麼都難 做生意就做生意 搞了這麼多東西出來幹什麼? 這樣搞下去 那些客人哪有信心給我們做生意 我們公司一向未來都是很保守的 這樣搞就一定會影響我們的生意 怪不得她總要請她當司機 原來她倆早就… 本來這些是私事, 與生意無關 但是我覺得Anson的判斷越來越差 青林計劃最初說幾千萬 現在越搞越大 我怕會拖離公司 其實立命集團是有問題的 不過只差遲早爆煲而已 那個Anson不僅沒有危機感 還加大投資, 又不知會各大董事 連我這個做財務總監也不得過問 Anson平時的人很有分寸 難道真的為了拍拖 整個人都變了? 這樣搞下去, 遲早出事 遙光是我幾十年的心血 我一定要出手阻止 老李, 連細耀先生也這麼說 不然以後開會 我們真的要聽細耀先生說得好 細耀先生, 總之你說怎樣就怎樣 我們一定會配合你的 好, 有你們這兩個話就行了 我們以後有什麼事再聯絡了 好… 我們先走了 兩位慢慢談 好… 看來他們倆都會站在我們這邊 是, 但是還沒夠錢 你放心吧, 我已經請了移民 去澳洲的全叔和德叔回來 他們倆一向跟我的關係都很好 加上Ryan和我, 人數應該足夠 你最重要是拿到立銘集團的黑材料 到時候開會, 我們勝算很高 行了 是呀, 郭南銘以前的手下張嚴 雖然被公安抓了 但是還有些黑材料在他妹妹裡 他一定會想辦法送來香港給我的 為什麼不叫他電郵過來 這樣快很多 在網上很容易才能查得到 行了, 他會想辦法了 那倒是 二叔, 如果計劃成功之後 你不要忘記我們倆兒了 西逸先生, 有一份速逃給你 謝謝 我先出去 我先去洗一下 不好意思, 剛才遺漏了, 我忘記了 謝謝… 謝謝 怎麼樣?開不開快樂嗎? 開不開, 你有沒有背後 你急著急的, 爸爸 不要, 資料很重要 你今晚一定要跟我弄到他為止 我前天不是跟大家說過 那間很棒的餐廳嗎? 今晚有優惠, 不如試試看 好… 那很重要 好, 去看看, 幫我打電話 謝謝 又跟男朋友聊電話 不用問, 當然要等人下班去街上 別管去了, 很餓, 快點 好, 走吧 很餓 好, 快點, 快點, 快點 還不行, 還在做事 要遲些才來接你 知道了, 做事重要嘛 你放心, 我也有很多事要做 好, 再見 再見 哥, 阿寶 MK妹 你穿得這麼漂亮, 去哪裡? 今晚行街有個酒會 想推都推不了 幸好Ivan答應陪我去 預工作於拍拖這麼甜蜜 阿寶, 她在房間, 我先進去找她 進來 Ivan, 搞定了沒有? 太遲去不太好 家寶, 今晚我無法陪你去 為甚麼?我們不是說好醜嗎? 是, 但爸爸的USB手指壞了 我要立刻幫他打開檔案 我無法陪你去, 你自己去吧 不要這樣, 我去跟他們說了 我男朋友也會到的 你現在才說不去 真的不行吧? 要是去完之後回來陪你去做 但我現在就要搞定它了 對不起, 家寶 我下次再陪你去吧 當然了, 那我自己走了 你做完整, 記得吃點東西 你不要嚇壞了 知道了 我先把餅乾頂住 再見 再見 為甚麼你去?Ivan呢? 他說要幫他爸爸救出資料 今晚不跟他去了 不過工作也沒辦法 還要幫忙姚先生 那就有一個人去吧 不過你知道他 對了, 我怕他早上來連飯也不吃 我這麼好時間買了飯給他呢? 我有時間, 我幫你買 好啊 今天在Dennis Cafe 看到事實推介是燒春雞意粉 我覺得他會喜歡吃 好, 沒問題 那你幫我買 不用了, 下次再算 那我走了 快點, 謝謝… 謝謝 再見 再見 小姐, 要甚麼? 要個燒春雞意粉拿走 好啊 好, 讓我來 進來 謝謝妹妹 老闆, 內賣到 這是我的嗎? 是呀, 這裡有其他人嗎? 謝謝你 看看是否合適 好啊 除飯當然適合我 我多擔心是試日推介燒春雞意粉 正在做事, 哪有時間撒骨 還有這些不用怎麼咬就最適合我 還是你們了解我 喂… 是你女朋友知道你肚餓 叫我幫你買的 是家寶嗎? 家寶真的對我好 可惜你無法跟別人去酒會 不行 Danny的USB還沒搞好 你怎麼搞這麼久? 開不了檔案 檔案? 你們坐在那邊吃, 我搞 起來吧 快點 是不是這裡? 是呀, 我不明白, 為甚麼這麼複雜 行 搞定, 哪有東西難得我呢? 好, 編出來就行了 好 搞定了, 還在編著 你在編著? 怎麼了? 爸爸說文件很重要, 不能編著 我打算把USB手指還給他自己弄 沒有而已 對不起, 我不知道 我先接電話, 對不起… 找阿龍 搞定了, 拿著車過來 十分鐘後到你樓下 好, 我下來, 再見 那我先走了 阿龍來接你嗎? 再見 再見, 麻煩你 家寶 家寶 是不是還在公司? 是呀, 謝謝你的飯店 不用客氣, 我特地叫MK妹 買這個時日推介小串雞意粉給你 好吃嗎?是不是好吃? 好吃… 天啊, 我出來了嗎? 待會就開常務禮會了 之前每逢開禮會 法叔和佳叔都會和我在鳳輪樓喝茶 但是今天他們兩個都沒有出現 昨晚我打過電話給他們 兩個都沒有接 我收到消息 法叔和佳叔和細瑤先生 和二太太見過面 我相信細瑤先生已經遊說了他們 站在自己那邊 就是因為那本八卦雜誌 所以他們就質疑我 不會單純針對私事 不一定是青林計劃 以你二叔的脾氣 斷鼓他也不會批那筆錢 他更不會給你機會罷免他的位 所以就拉攏其他股東來支持他 聽說全叔和德叔 特地坐飛機回來開會 這個常務禮會真的不簡單 Ben是不是去了英國談生意 這次趕不及回來? 是, 不過我們還有和叔 三太太和Jason 加上其他股東 我們始終都佔大多數 所以請你絕對放心 澳洲那邊的天氣很好吧? 是呀, 不錯 難怪你們臉色那麼好 你們兩位都容過悶發了 是嗎? 媽媽, 空閒 我們也去澳洲泰化全叔, 好嗎? 好啊 好啊, 這樣說 早安, 各位 好啊 人齊了, 開會吧 Cudy, 點點人數 還有兩位股東名導 還有少許時間, 等一會 等一會吧, 還沒到九點 還有誰? 還有James Wu和Marco Lee 他們倆都到, 很少可 那就更高興了 好, 謝謝 到了, 在大廈等一會搭你 好 有事嗎? 快點吧 快點 余小姐, 保安檔另外 有兩位黨事找電梯 已經找有消防來開電梯了 我問你 那麼骯髒的手段, 娶你還是誰? 到時候了 回憶開始 好 常務例會正式開始 第一個議程是關於青林計劃的 經費撥款 坦白說 好, 由始至終 我都覺得青林計劃很有問題 加越攪越大 萬一有什麼差池 對公司很有影響 所以這筆撥款, 我也不會批 二叔 青林計劃是志在必行 我想你再想清楚 就因為我想得很清楚 所以我堅持不批這筆這麼大的錢 立命集團的負責人, 郭立命 根本就是老千商人 同一合作, 等於把錢丟進鹹水海 那些負面的新聞全部都是假的 那些造謠的人也被公安拘捕 大家看看這些資料 就知道真與假 你還有什麼好說? 加上你的負面新聞 對公司的形象很有影響 我現在動議, 罷免你做CEO 這位暫時有何代替 本雜誌說的全都是假的 我們已經在告本雜誌 他們也口頭道歉了 公司的聲譽已經受到傷毀 這就是於事無補的 我也想跟阿西耀先生說的話 為了耀江利益償賞 Anson再不適合做CEO 你倆有沒有搞錯? 是非一白全部是紅分 不是姚小姐盡心盡力為公司打拼 你倆坐在禁光落分控 你黑材料, 鬼話連篇 西耀先生, 我懷疑你想推翻青林 想越拳 想拉姚小姐下台自己做CEO 你什麼身分? 你有什麼資格跟我說話? 我一起來叫她說話 算了…無謂再拖延時間 就算Marco和James出來 他也未必會站在你那邊 不好意思 繼續說什麼動議 好, 開始投票 掌聲罷免姚小姐做CEO 請舉手 葉女仙, 點票 好, 謝謝 你又回來幹什麼? 因為還有一個人要來開會 好, 謝謝 這個會就快開完 你們在那邊等我 是, 謝謝 大家別以為我在醫院什麼都不知道 其實我什麼都知道了 我是百分之一百 信任我的女兒Anson Anson和阿奇先生的事是謠言 青林計劃的黑材料 也是嫌疑 搞青林是你的意思 你一定是幫助你的女兒 憑什麼你一句話 大家就要相信 青林計劃開始之前 我們已經派出大廁 查過立領集團 過去二十年來做過什麼生意 就是在五年前 他們因為不想和那些不法的商人合作 所以就被人蒙告 但是現在那些人都已經被人抓了 今天早上還在電視台新聞直播的時候 已經認罪了 所以青林一點問題都沒有 有問題的是你 遙江是我的心血 而且我是最大的單一投資者 我還沒怕過 大家想不想怕? 我一向做事都很有眼光 我希望沒有把握的生意 我是不會投資的 青林的事如果大家有懷疑的 都應該相信我的眼光 而且Anson上任之後的表現 大家都有目共睹 我支持他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再投票之前 慎重地再考慮一下 二律師 三律師, 真誠罷免姚小姐的 請舉手 那到底怎麼樣?還要搶頭草嗎? 動議無效, 被否決 沒錯, 我知道所有的事都是你搞出來 是有人需要被罷免 但是被罷免的人應該是你 你要趕我走? 是, 因為你阻礙了耀江的發展 再不適合做財務總監 行了, 你不用說了 我自動辭職, 那你滿意吧 好, 以後耀江的事完全跟你無關 你們聽著, 我耀少榮為耀江付出一生的心血 我不想看著公司立, 也不想看著公司死 今天你們選擇相信耀少方 將來你們一定會後悔 爸爸 你平靠了一整天, 一定會很累 來, 喝一口水, 謝謝 謝謝 你下次如果想出院, 叫我們來接你 已經跑了出去, 我會擔心你 發生了這麼大件事, 我不出去怎麼行 姐夫她也是 行了, 現在這件事暫時都告一個段落 我也不想再多說 所有的事, 我都心中有數 你先回去吧, 不用擔心我 不如我回去煮粥吧 今晚就拿來給你吃, 好嗎? 好啊, 大志 你送我三仔太太下去 然後幫我叫阿昇上來 是的, 大嶼先生 那我先走了 大嶼先生 坐下 坐下 阿昇, 這次你為耀光化解了這個危機 真是功不可沒 大嶼先生, 不敢這麼說 還是這麼巧 我一陣子的梅韻君是你IT部門的員工 他無意中發言有關於立命集團的文件 覺得可疑, 所以交給我 我覺得事關重大, 所以通知姚小姐 你很聰明, 而且還很果斷 也是姚小姐細心和冷靜 文件引起她懷疑 對, 接著發覺小嶼先生和布韻董事 關係突然很密切 可能背後有陰謀才作出部署 我也是負責接姚先生來回耀光 功勞真的說不上 最難得的就是你做事做得這麼妥當 而且還這麼謙和 謝謝大嶼先生 我知道你只是想耀光和Anson好 大嶼先生, 你千萬別誤會 我和姚小姐是上司和下屬的關係 可能最近大家合作出一本童話 接觸多了, 才產生不必要的誤會 那些雜誌我也有看過 謠言止於自者 那些惡意中傷的說話我不會理 至於Anson私人感情的事 我更不會過問 每個人都有他的存在價值 無論他站在哪個工作崗位都好 他都可以有所發展 Anson有你站在他身邊 我就放心很多, 繼續努力做 大嶼先生 行了 一切盡在不言中 靜靜靜护送 換你捱過夜冷 一杯清茶 一聲戀就夠快樂 實話實幹 未怕忙都得單 相戀很難 不需要得清茶 好幾句話 或者幾句說話令你痛傷 新半老人從未拍張 我未忘記我有別人欣賞 可就是我決心堅守理想 不需要唱歌 平凡都可有美 歷史 天高海深 亦要撐氣 愛不需要說道理 看見好